歡迎大家來到山一雙路的時間 今次我們會繼續討論一篇關於Climax Change 因為近來也有幾篇關於Climax的好文章 今次我們會討論 The hottest year was even hotter than expected 應該句子也很明顯 你覺得今年最熱但可能會更加熱 他會討論如何去解釋 為何會加入這件事 他會討論 Grid House Gases Alel and Cleaner Air Field Record Heat in 2023 他用了三個 骨氏氣體 阿吉利諾現象 和 Ninella現象 和Cleaner Air 即更加乾淨的空氣 都會令這件事發生 所以其實 我覺得Title看得很好 因為他說了第一件事是很熱 第二件事是說了三個主要的Factor 我們看看下面會做什麼 第一件事是說 Eat in 2023 was the hottest year in human history 我們發現 即是2023年去年是最熱 但好像還會更加熱 為何呢 第一件事確認之前 原來NASA拿到的Data 就發現到2023年是一個標準高的temperature 之後就是我們知道的 無用之意地人類 Humanity's abated burning of fossil fuels is a dominant driver of the long-term trend 即我們一定是因為持續地燒一些食物燃料 如果同學是有化學科或生活科的知識 同學都知道到 其實燃燒化學石燃料 其實就釋放了很多二氧化碳去到大氣裡 而二氧化碳其實是一個主要的溫室氣體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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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那就要減少海底下冷的水 就掃揍了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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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阿爾尼諾 反過來將暖水帶到水面 暖水到水面一定沒有幫助之餘 甚至惡化了這件事 這是回應第一點 第二點是有一個放棄 即是有一個放棄後會爆發 第一爆發時會對溫度有影響 第二就是在過程中釋放很多水蒸氣 而水蒸氣也是一個主要的溫室氣體 這絕對是一個很失望的事情 二二年是這樣的 二三年都會繼續 所以這就是第二點 Greenhouse gases 第三點是Cleaner Field 為甚麼呢 原來是因為我們有Light Blocking Particles Light Blocking Particles 其實很多時候在這本書中有提到的修法 現在基本上沒有流在傳統燃料裏 特別是在汽車 但可能在船上也有比較有含流或低流的燃料可能會存在 這是因為淨化過程的問題 但因為我們的技術越來越好 亦有不同的機構追求一些更乾淨的燃料裏 其實我們會減掉sulfur production 而正正因為減掉sulfur production 沒有了sulfur particle 令陽光更加直接照下來 於是乎整件事就令到 就加上升了0.27度 Per decade 回到我們前幾篇也有提到 我們之前在Paris Agreement有提到的 1.5個攝氏度的限制 當時設定了 如果你這樣玩的話 其實很容易會過 就算今年不過 夏年也會過 但政府官員也好 市民也好 他們也會問過了今天會怎樣 這也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大家設定了 如果過了的時候 過了就過了 之後又會怎樣 又是下一個問題 所以其實 第一件事就是 這篇文章想告訴大家 其實看來 今年就算不過 1.5也好 夏年也可能會過1.5 1.5過完之後大家又怎樣 甚至乎 我們就算 燒一些乾淨的油 還是惡化的事 可能真的要等到 Posal View 不再燃燒 可能這件事才會好 不過這也牽涉到其他更加複雜的問題 就是 我們日常生活 可以怎樣去處理 可能我們未必是一個 很好的解答 我們看看這篇文章 我自己覺得總結出來是甚麼 第一件事 What is the article about 2023 is the hottest year in human history there are three factors leading to the result increased greenhouse gases because of the burning of fossil fuel and also the volcano eruption and second is the El Nino is the stirring up of warm seawater and the third one is the clear air because the reduction of the sulfur and also did to a lower shielding effect and it increase the sunlight reaching the earth How is it related to me? It is interesting to know clear field may contribute to the global warming the last sulfur in the air and the shielding effect of the light sunlight is reduced I believe the temperature increases 我自己也覺得挺有趣的 經常都說 我們要燒乾淨 乾淨一點 但其實我們沒有想過 那個後果會是甚麼 但科學上正正 告訴你 好像有一個 你未預期的效果 是出現了 當然不是說 我們應該少回多一點 但我們也要客觀地告訴你 確實未必如你所願 也是科學的其中一個基本責任 How is it related to society? It is common that people set numerical standards It is easy to measure and evaluate However, in the case of climate change Fructuation may happen 現在正正是說到 你現在是燒點好一點 理論上是好一點 但那個溫度真的上升了 但你條線又設定了1.5 那怎麼辦呢 我們日常生活 就算我都會 我很多時候都會用 Numerical standards 去方便大家去理解這件事 但Numerical standards 是否一個最好的一件事 我們有時候都要深思一下 今次的Science Channel到此為止 下次有機會再見 拜拜